上海民众拍影片记录日常 从六一大解封到现在已经超过三周 但上海政府严禁内用 不少小吃摊难熬亏损大门绳索 不止小吃业受打击 像是美容美发等服务业都得事前预约 刷长缩码 生意也掉了不少 至于在北京虽然没封城 但因为陆续传出社会面感染 PCR检测站依旧大排长龙 几乎两大一线城市难摆脱疫情因应 又执行严格心灵 根据中国欧盟商会一项调查 已经有六成欧洲企业 认为在中国经商越来越困难 尤其严格封控导致工作签证规定 找领细改 即使中国市场再怎么吸引人 外资也会被吓跑 根据彭博统计 北京五月的工业产值跌了近四成 跌幅比封城两个月的上海还惨 专家预估中国经济成长率 年目标5.5% 不止难以达成 未来还可能呈现U型复苏 代表复苏时间长 但是反弹力度非常有限 进行为理解网织报道